1927年三八妇女节 武汉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群裸体妓女 她们当街游行 声势浩大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向来束胸带穿肚兜的中国女子 为什么突然疯强起乳肇 左右视频为您讲述民国时期的天乳运动 1919年在中西女淑的毕业典礼上 胡适在台上公然倡导大奶奶主义 要女学生解放羞辱 她说没有健康的大奶奶 就补育不出健康的儿童 此话一出轰动全国 在我国传统的神威里 拥有小脚与平胸的女子 才是美人 就像《红楼梦》里游三姐的那一狠血脯 寒而不露 古代的女子不仅要缠足 还得束胸 用长长的花布条 将胸部裹上一圈又一圈 如此胸小了 才算得上美女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 当西方的乳房崇拜 传进国内后 束胸就不再流行了 女人们纷纷效仿起 欧洲女子的穿衣打扮 走起性感路线 不少人都将属胸 换成了轻薄的紧身小马甲 在外头照上网纱 令胸部若以若现 但这些新史上 在保守人士看来 却是股淫荡的腰风 不成体统 1920年 上海政府发布公告 明令禁止 低胸落肿 要是哪个女人 胆敢穿着暴露 那就得蹲大楼 这时候 一个男人大胆地站了出来 他就是张静生 这名留法归来的 北大哲学教授 开始公开谈论 爱情与性交 1926年 他出版的《性史》 成了当年最畅销的书 书店里卖书的买书的 忙做一团 警察寻接被赌 不得不用水管子 冲散人群 同年 原上海美术学院的校长 刘海素 启用裸体模特 还将裸体银画 放在画展上公开展出 来看画的人 差点把门挤破 当时 媒体称之为天汝运动 就连国民日报 都开始介绍 曲线为 属兄女子真正被解放 还是在1927年 那时国民政府上台 解放妇女就与革命 紧紧扣在了一起 当年的三八妇女节 铭记金雅玉等人 在街头挪奔 他们冲进游行队伍 沿途高呼 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3月28日 妇女协会的成员 顾灵芝在武汉的月马场 脱掉上衣 用双手拖着丰满的乳房高呼 你们看 这才是真正的解放 随后7月 国民党政府就出台了 禁止女子树凶案 哪个女子要是树凶 当即罚款50块大洋 树凶不在 女子们对性感时尚的热忱 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上海的良友杂志 就刊出了凶罩专题 专门介绍欧洲女性的凶衣样式 凶罩被摆放在 商场摆货最显眼的位置 上海滩的娇继花 新女性乃至太太小姐们 争相抢购 以至断骨脱销 影星软玲玉 就带头佩戴起衣衣 圆润的胸容 与旗袍曲线 严丝合缝 煞世间风情万重 还有蝴蝶白羊等人 个个都穿着性感泳装 走进泳池 绣出曼妙身姿 就连民国内务总长的千金 童军也穿着泳装 在北戴河游泳 不少知识分子归国后 都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短短七年间 那些连不轻疑 异痕寻服的中国女子 摇身一变 成了坦胸弄背 穿短裙 着丝袜的性感女人 广告和宣传话 还将中国美女的头 安在西洋裸女身上 这场浩浩荡荡的天汝运动 其效率之快 令人择舍